朋友们我是方菲卫长 昨天晚上在这里过来 看 看这附近 前面在修路 而且修路的范围挺大的 要走那个便道 非常难走 现在五点多钟 出发 今天一般 我估计可能要跑差不多400公里 赶紧离开 到南方去 检查一下轮胎看 气压足不足 气压千万不能够少 如果气压少的话 后轮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走 天还没亮 没什么人和车 但是我打起了双扇 不然别人看不到我 这有个加油站 把油加满吧 完了 这段路怎么办 哎哟 全是这样的路了 就倾斜着走了 看见没有 现在没办法 只能这么走啦 哎呦 吓死我了 你看 怎么会走 走走走走 我上上不去 现在不敢上 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他那边踢鞋的 小心小心别下去了 要再下去可就麻烦了 一边高一边低 我再开过来就翻车了 哎呀 真的让他下尿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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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哎呦 我这样跑的话 一天都跑不到50公里了 哎呦 好在上来的 你看边上 你看左边 哎 四百米后右转 四百米后右转 哎呦 这比昨天还颠的 还颠的怀疑人生 真的是 昨天他怎么弄的话 他没有这么坑 哎呦 坚持住啊 前轮坚持住啊 前轮坚持住啊 哎呦 看起来 好 还有三百米 左转 右转还是左转了 没听起 哎呦 准备右转 哦 右转 好 这把我垫死了 差不多开了一个小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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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过了 右转的路应该好一点吧 右转又是这个路 那我就要命了 要个宝拉阁 宝拉阁 哎 好 又远的路好多了 哎呦 终于冲出重围啊 在草原的这些 香路上 跑得挺有味道的啊 但是 如果切出问题 你就 真的顾笑不得啊 朋友们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 你们看 好久才看一辆车过来 我把这辆车拍下来 啊 看 非常非常的 辽阔 这草原真的 现在应该是六点多钟 我也不知道跑到哪了 还要往哪跑 反正一直跑出这条路 跑到前面 一百多公里有一个旗 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线 啊 跑了那么一段的颠簸路 啊 真的颠到了 我怀疑人生啊 看一下这个轮胎有问题没有 要检查一下啊 啊 这轮胎不热 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马路晒烫了 它接触在马路上 所以它温度高的 没有问题 啊 肯定好走 你看 啊 哈哈 冲出来了 前面的车 我不敢跟得太近 因为我一路上看到有车 上面那个草座掉下来了 你要是靠近的话 它要是掉下来的 会把我扎扁 跑了很远很远才找到这么一个县城吧 你看 有这么大了 我把车停在这里去买一点羊肉看 朋友们这里找了一个搞板筋喷漆的 他说两百块钱给我搞 两百块钱 尽快的速度两三个小时吧 因为 晚上要赶路的 所以 好吧 是师傅帮我搞 马上就给我搞 立即帮我搞 传统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喷几遍? 要喷几遍? 喷几遍? 灌溝那麦二球 等一下还要喷 喷完了 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 挺好的 这边也挺好 这边没收我的钱 你们猜多少钱? 因为我要急着赶路 所以这位师傅用灯给我烤赶 让我赶走 这位师傅心肠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技术非常过瘾 内蒙古的朋友 你看这边也好 这边也好 挺好的 可以走了? 等一会 等一会 好 等一会 满金喷漆 搞好后 现在在306国道上南下 太阳有点大 早接近的地方肯定是没有的 现在一路走 现在2点钟 起码要跑到7点 现在刚刚3点钟 我看这个服务区就下来 结果这个服务区正在建设中 旁边这里也有个加油站 但是这个加油站也在建设中没有开业 你们看西洋下的草原有多美 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来 我带你们来好好看看 现在已经6点半了 没有地方露营 只有继续开的 看到天黑吧 现在如果看到有人家有房子的地方 我就停下来露营 现在这种忙编的太小 根本就没地方停 而且晚上的话 这个货车很多 已经7点多了 我现在要后悔 刚才在前面的一个地方 路云就好了 那里也比较多 这一路走的话 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了 下起了一点小雨 又冷 又冷 穿衣服了 又不愿意停车 把所有窗户关起吧 我出行三个多月 第一次赶夜路 没有办法 不办法 如果在内地就好了 一般走那么几公里 或者十几公里就会有 这里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 心里有点慌 下起了小雨 终于找到有人的地方 不走了 看看哪个地方合适 过夜了 晚上开非常危险 保持执行 终于找到一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场 没办法 但是 只要有人就想看 好大的风 终于找到一个停车场 看到没有 好 这里信号也不错 有信号塔 哎呀 急死我啊 这好多大车停在这里 我的车停在这里 光线太暗看不到 外面好冷 已经八点了 啊 我在里面 刚才吹起 我在外面好厉害 我想要穿毛衣了 在里面 现在我 吃点稀饭 然后 把视频剪接好了 看有时间没有 有时间就把事情做完 没时间就早点睡觉 明天一早 再出发 估计明天 走一天 应该离开这些地方了 再见